嗨 大家好 我是蒋小白 咱们上一个视频说我到了港人波起 里面转山 到这边 这个是录音地 我身后就是这个雪山 就这里面 咱们进来 咱们现在进来了 然后我想问一下 50块钱一个人是吧 50块钱一个人是吧 50 50一个人 我可以把狗狗带进来吗 他们睡床下面 可以吗 就是我的狗狗他们睡床下面可以吗 可以吗 他睡床下面 可以啊 感谢感谢感谢 非常感谢 这个床位我们是随便挑是吧 我想睡哪里就睡哪里是吧 哦 咱们找个地方 把东西放好 我睡这里吧 我习惯睡 很角落的 安妮过来 来 来 没办法了 先委屈你们一下 最下面 对 来吧 就这里坐 乖 委屈一下你们 好坐 伯妞 伯妞 来 过来 来 你就睡下面啊 你们有甜茶吗 甜茶 有甜茶 先给我打一杯甜茶 杯子 我没有杯子 你们有吗 感谢 啊 这个环境 不知道有多少人体验过 就是 这是在港仁波齐转山呢 住唱棚里面啊 就是有很多人可以都住在这里 然后呢 这个是主人家 他有一个女儿 感受一下这个风吧 呼啦呼啦的吹过来 老板 晚上会不会有这么大的风 晚上睡觉的时候 会不会有很大的风 没有吗 哦 那就好 我感觉这风再吹下去 这个帐篷 这个顶就被掀掉了 哦 哦 这风真的很大 这帐篷底现在呼啦呼啦的 老板说九点过后才有电 我现在手机没有电 我得等到晚上 才能充电啊 我跟你们说一下 虽然这里五十块钱 但是呢 它这个 我感觉 比昨天晚上 那个要干净很多 真的 你看一下 好歹 这上面啊 还是比较干净整洁的 啊 这是我们的床备啊 哇 这风真的好大 现在是 快到晚上了 但这边的天还是很亮 我现在在弄自饿米饭吃啊 然后 这个炉子旁边非常的暖和啊 烤一下火这个高反的症状就减轻了很多了 有所缓解啊 我现在把我的床铺啊 给铺好了 狗子都有点怕冷啊 你看他睡在炉子的旁边 这样会比较暖和一些 给你们说一下这个旅店 奇妙的地方就是 老板睡的位置 就睡在我的对面 咱们男女 共处一室 咱现在 钻到我的这个套子里面了 隔灯的这个套子 钻在这里面我就会觉得 心里面会舒畅一些 晚安大家 上一集视频讲到 我带着我老弟 来到港人波齐转山 昨晚咱俩住在5100米的止热寺 距离中点 还有30公里的路程 一觉醒来 因为高反的缘故 头晕目眩 但自己吹出去的牛 一定要坚持走下去 经过简单的补给 又开始了 新的真诚 由于自己的膝盖磨损 不知道能否挺过去 因为迎接着我的 将是8公里的爬坡 5648米的哑口 面对这样的挑战 其实内心已经有了退缩的心理 唯一支撑着我的 就剩下那脆弱的信念了 这是 港人波齐 突破转山的第二天 我在这个 帐篷里面 修成了一晚上 和那个老板告别了 跟着我弟弟 还有我的两只狗狗 雪山在我的右方 我今天非常不舒服 因为 睡那个帐篷的时候 晚上 被那个 冷醒了 我半夜三点钟的时候 然后 拿了一床被子 重新盖上 而现在头 非常的疼 你们知道在高海拔5000多米睡觉是什么 体验吗 疼 然后 前不着车后不着电 没有医生 没有医生 也没有药 看到前面的那个 马的吗 师傅说 2500 1500到2500 只骑到牙口 有一句话叫怎么来的 数到难 难于上星天 这才 爬了三分之一不到的路程 感觉就要 根儿屁了 眼看着其他徒步者 一个接着一个超越我 其实内心 越来越着急 因为灯向牙口的路 非常难走 全是乱势坡 没走几步 膝盖 就会非常的疼痛 你们知道啊 膝盖的半夜半瘦碎 爬坡的时候睡了 天啊 非常的痛 现在的海拔大概5300 这位大哥还在抽烟 太厉害了 他一边走一边抽烟 还走得很过 他说他也是第一次来 膜拜 真的膜拜 冰裂膜拜 这样的路面走起来非常的难说 现在在这个补给店 喝点热水 然后吃一支葡萄糖 早上起来没吃什么东西啊 所以要喝一点葡萄糖 现在整个人都有点 快撑不住了 这个牙口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爬过去 我现在是搞了一杯 搞了一支葡萄糖啊 给自己叙叙命了 这个叫什么路啊 爬不行了 我也不行了 哎呀 搞事完全没问题 现在海拔显示 5408 咱们就是 还要往前走 大概 爬上200米的海拔 这我就很佩服了 把一辆125摩托车 骑到这种乱死 乱死堆的路面上来 太厉害了 你看它是怎么骑上来的 我都很好奇啊 我人都站不太稳啊 摩托车是怎么骑上来的 关键是还是一辆125的摩托车 你看一下 那个位置就是压口 坎址不高 但实际上 你走到山的那下边去 你就知道好难爬了 就是这200米的海拔的落差 就要你的命啊 走到这儿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会羡慕半山坡的人 但是半山坡的人羡慕 坡顶的人 刚刚我在下面的时候 我觉得 到半山腰都会很累 但是当我到了半山腰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 我离山点更近一步 这个云层流动得很快 这是雪山 牙口就在前方 爬过这个牙口 就算胜利了 面对这样的乱石路 5648米的牙口 就连很多原本生活在清藏高原的藏主朋友来说 也是一种挑战 越来越高的海拔 意味着身体将会面对更加严酷的考验 其实我在路途中一直在思考 我没有信徒的坚定 何苦这般折磨自己 就在我面对镜头说出那句话的时候 就是对镜头面前的你的承诺 还有对自己内心深处的安抚 成年人要对每一句话负责 可能有人会说 何必那么认真 我想说 不是我认真 而这是一场对我无知的洗礼 经历身体和精神的折磨后 你才会明白 你到底想要什么 现在这里的海拔是五千六百三十八 终于到了中马拉雅头 大老缺氧 然后整个人都会舒服 但是 一点都不能停留 即使我很想睡觉 我还得往前走 终于下山了 开始一路往下走 开始一路往下走 走你 走 踏过这个山口 咱们身后就有 一个小湖 非常的漂亮 碧蓝色的 因为无人机没电了 因为无人机没电了 没办法飞 痛苦 这么美的街 走 下山 这个角度好美 天哪 太美了 特别是这个光影交织啊 在这个湖面上 山顶的墙壁上 就像一幅 古老的画卷 啊 上山容易 下山难 有一句话就是这么说的 因为下山的时候 非常考验你膝盖的那个 缓冲能力啊 特别是我半月板 特别的疼 这个下山 我也下了很久 因为什么原因 很多像这种碎石路 还有这种沙地 非常的滑 特别是下坡的时候 我这个 膝盖特别的难受 痛 下的速度也很慢 我爬步差不多 下山以后 我在这个 一个小 小的补给点 吃一桶泡面 然后我发现他们吃的那个是什么 你们吃的那是羊排吗 这是他们吃的这个是羊排 应该是 是熟的吧 是熟的吧 对啊 搞得我都想吃了 你们是两个人一起是吧 转然后转七圈 然后 转一圈用 一天的时间 那你们 就是睡觉睡多少时间 有六个小时吗 六个小时睡觉 我只能这样 真的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真的 你的爸爸妈妈支持你吗 啊 我知道 我说你们的爸爸妈妈支持你们吗 嗯 他们 他们愿不愿意让你来 愿意 这是你哥哥是吧 我要给你们点个赞 太厉害了 下山以后 我几乎耗尽了所有的体力 伴随着膝盖传来的疼痛感越来越强 徒步的速度也越来越慢 此时此刻 距离终点 还有17公里 心里越想着距离 就会越感到绝望 因为在高海拔徒步 平均时速 只能达到两公里每小时 就连伯妞 也走到累趴下了 对于狗狗来说 也是一种考验 走吧伯妞 走 走到最后这一段路的时候 人都已经筋疲力尽了 所以一定要往里面走 因为 双脚发软的话 很有可能从这儿掉下去 走过最后这道悬崖峭壁的碎石路 我看到了金帆 迎着狂风飞舞 仿佛就在告诉我 胜利就在前方 夕阳西下 温度越来越低 落日的余灰撒在我的脸上 让我感到了最后一丝温暖 仿佛经历了一场浩劫 终于从困境中 走了出来 现在已经回到住的地方了 我想跟你们说 转身真的没有那么容易 所有的就是人 在路上的人 他们都是凭借着自己的 勇气和这个毅力 可以看一下我的脚 这儿有一个很大的水泡 我现在要把这个水泡 弄破 啊 哇 还没破吗 洗了再弄 而泡水桶哦 不管 先 弄破了再跑 啊 哦 一股血水 包括这个位置 啊 咱们的大脚趾头 这儿也是 也是一个水泡 必须 得把它弄破 啊 我现在 什么也不想干 累死我了 这个是 真实的 转山的一个经历和过程 来这儿转山啊 不是为了好玩 每一个人转山都有他自己的理由和 理想 我呢也不例外 我有很多话想说 但是今天 实在有其无力 咱们视频就到这儿了 希望视频的朋友呢 记得点个赞 关注一下 拜拜 哎呀 谢谢 咱们站在街上 先 Zucker 我晓得 咱们 不愿意 five 咱们 咱们